这是一期衣架收纳的分享 因为我上次不是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这个小小不大的空间 怎么收纳我这么多衣服的 我确实很喜欢淘这些很小的东西 让我的整个收纳空间的利用率更高一点 我就先从衣服开始吧 比较轻比较薄的衣服 都是用宜家的这个衣架 这个衣架会比较薄 挂着这种衬衫 有那么占空间 但这个衣架呢说实话 在我选它的原因除了它薄之外 是有一点点就是好看 有一些衣服要是比较滑 它就很容易掉 太大件了的话 它有点挂不住 其实我觉得这个纸绒的会更方便一点 挂上去就不会掉 所以它的防滑效果会更好 而且也很薄 记得买妆间有一个撑条的 这个挂重的衣服也不太容易变形 而且它这个就是薄的厚的衣服 都能挂得住 收纳是很爱买的一种衣架 还有就是我的大衣架 长一点点的大衣或者是西装 我都是用这种类型的衣架 比一般的木掉的衣架 更省空间一点点 它其实的弧度有一点点像是那种西装肩膀 往内扣的那种弧度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材料呢 是这种胶的材料 所以它会比较防滑 支撑力又比较好 然后再来 裤夹 这个裤夹也是我买很多年了 防滑条是在下面的这个区域 重的衣服什么的 不用担心它会变形 挂的高度 比较接近一杆子的高度 所以它会比较省空间 也有一些就是衣架 是这种 一个衣架两种用法 就是又能挂衣服又能挂裤子 如果格层没有留那么宽 但这个就很怕裤子挂完之后呢 它还会一直磨到我们的个板 你看它俩对比 明显感觉这个能挂的更高一点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就是 可以挂厂裤的空间的话 然后又想要衣服呢 一目了然 那其实这种就很适合 这个很有成就感的区域 其实这个是裤夹 特别适合那种裤子很多 外折衣服 对折 打上去 你看 你一拉 然后剥了剥了 你就能找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衣服 我是挂了很多的打底衫 但是主要是因为我打底衫比较多 而且有一些女生不是裤子夺 是背心夺 就这边就是纯背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小件 丝巾比较多嘛 然后我就在办公室买了一个挂丝巾的 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就是 纯好看 太不使用了 这个其实是裤架 因为裤子很长 然后你每次要折进去就会很麻烦 但变成那种丝巾架 我觉得很方便 用的时候你就这样 拉下来 然后放鬼裙就这样折上去 然后你要找啥 然后另外一个呢 腰带夹 然后我有非常非常多的腰带 但是我的腰带只要放在抽屉里 我就找不到 我必须把它挂起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把腰带 按照颜色 像我这边的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两头这样挂一起 但唯一有一个不好的就是 这个比较适合的就是 腰带比较多的 因为它要挂一排 不然它会有点失衡 腰带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 可以挂那种 趴爪架 我觉得也很需要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 生活小细节 基本都是我在网上买的 然后如果大家想找图款的话 你捷个图上网易搜给人